因為他卡住這個行政院長位置 所以所有的蔡英文算盤不能打 蔡英文沒有東西分配 沒有分配權的總統 就叫做博亞總統 就沒有XX了 蔡英文如果可以成功 這個電火球留下來的行政院長的話 他就可以來收買新潮流 就可以讓新潮流分裂 他就可以真正的 能夠裂解新潮流以後 就徹底打敗 這個問題很好 第一個 蔡英文下一步是不是繼續賴著當院長 不是賴著 他是搶的 他是賴 搶到了 那有什麼意思啊 對啊 他是阿爸 他是流氓 流氓 他搶在行政院的手上 如果他當院長要選總統 他會在最後要登記參選總統的時候 辭行政院長 他會幹這個事情 最後 那個時候已經大事已去 民進 他已經是輸定了 因為賴清德一定會贏 但是在這個之前 他現在擋住了 擋住了所謂的殷系 要修理賴清德的力道 因為他卡住行政院長位置 所以所有的蔡英文算盤不能打 蔡英文沒有東西分配 沒有分配權的總統 就叫做博亞總統 沒有籌碼 沒有籌碼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碼 所以沒有籌碼 籌碼全部握在輸光頭一個人身上 他就是一點都不釋出 那他又因為他這種惡劣的行徑 所以造成新潮流團結 太好了 太好了 請問吳董 蔡流任電火球是否是為了保留制衡清德的力量 好讓盛騎士見人出現 剛好相反 我剛剛講的太快 大家沒有聽懂 蔡英文如果可以成功 這個電火球留下來的行政院長的話 他就可以來收買新潮流 就可以讓新潮流分裂 他就可以真正的能夠裂解新潮流以後 就徹底打敗賴清德 盛騎士根本就沒有用 盛騎士到我現在看的話 根本就是一個神棍 就是一個神棍 所以他沒有 他不是蔡流任電火球 大家搞錯了 是電火球不離開 不甩蔡英文 大家把主被動搞反了 因為這叫做養虎一換 你養大一個老虎養大了 你要叫他走 他不理你啦 他把蔡英文丟包好不好 不懂多元宇宙科到底在衝殺小 請問的 請問吳董 何志偉跟洪耀夫互嗆 您之間也開罵王浩宇 賴家軍開始對戰陰系了嗎 陰系後面是書跟菊要開打了嗎 這個是一片混亂 寫的我都不懂 他的名字叫什麼 多元宇宙科 不懂多元宇宙科 你衝殺小 然後這個問題是從到底在衝殺小 是不是 還是他的名字叫 還是他的名字叫 他的名字叫到底在衝殺小 你這個名字我實在沒有不知道怎麼稱呼你 是到底先生還是衝殺小先生 我都不太懂 這奇怪的稱謂 讓我造成困難 何志偉跟洪耀夫互相 何志偉突然間罵洪耀夫 跟其他五個人會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什麼黑道入核心 難怪選前的核爆 他突然間在報這個東西 我平常講 我應該講一句坦白話 黃成國我認識的 可是我從認識他開始 所以黑道的定義是什麼 黑道應該要有個定義 我覺得黑道要有個定義 他就沒有犯罪了 那我平常講 黃成國從我看他進入民進黨開始 他就沒有犯過罪 他沒有做過犯罪的勾當 他沒有去賺過那種犯罪的黑錢 所以直接扣黑道兩個字 應該要加兩個字 要點名說黃成國 可能是過去曾經少年荒唐 或是嚴苛一點講 說他過去的黑道 但是過去的黑道 你打人家的話就有點 所以不太精準了 智偉我覺得可以聽準一點 然後這個問題 比較這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 藥福罵他是什麼 藥福罵他是什麼 臉書上還有一篇 罵他是鬼扯還是什麼東西 敗類 哈哈哈哈 紅藥福罵他是敗類 你知道嗎 紅藥福罵何智偉是敗類 你知道嗎 這個也很奇怪 怎麼變成敗類 我不知道何智偉什麼時候變成敗類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藥福跟我也是三十年好朋友 那何智偉的爸爸 跟我們都是其實三十年以上 紅藥福算是 何智偉算是應該安口輩的 你知道嗎 突然間罵他敗類 是不是愛之深則之切 他幹了什麼壞事 我不想說 罵他敗類我不知道 因為敗類一定有做一些事情 什麼是吸毒啊 或是酗酒啊 或是楊小三 他沒結婚啊對不對 所以我對紅藥福罵他敗類 這個措辭啊 我只感覺到 我有感覺到 我這位兄弟 非常憤怒 非常憤怒 而且敗類的定義要重新下 最近突然間民進黨都很有學問 像我昨天就稱讚 這個柯建民啊 變成海明威了 海明威了 你看有沒有 柯建民現在講 柯建民講的 事到盛時須謹盛 盡道逆處乃從容 乃從容 為什麼用乃 這是奇怪 然後呢 最後這個叫什麼 沒關係 我看得到 盛敗兵家不齊 包修仁齒是男兒 江東地齒多英郡 卷土從來未可吃 這個好像是 我記得好像是杜牧 杜牧 杜牧是不是 你看我這個 還沒有 記憶性還很好 我記得是杜牧 杜牧寫了一首詩 講到好像就是烏江 烏江志文這件事情 是烏江亭還是怎麼樣 他有一個 提烏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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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還記得 我為柯建民 特別去看一次這個詩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嘛 你包修仁齒是男兒 江東地齒多英俊 捲土從來未可吃 你還要捲土從來 大副你72歲了 新竹已經 拜 對你72歲了 你要捲土 你沒騎死人 你柯建雲這次把民進黨嚇死了 把民進黨害得掛掉了 他還要捲土從來 你說不敢 你不要幫幫忙 你放給新竹人一條深路好不好 新竹人你是八代新竹子弟 你還要捲土從來 你幫幫忙好不好 你那個廁所 你知道嗎 球場打人家 球員的手斷掉 你兒子去半毒了嗎 去吸毒 對不對 你這些屁事一大堆 柯建民我在那邊求求你好不好 千萬不要捲土從來 你這個 他一生新細新竹 沒有要放棄的意思 他在充容 充容一點的退休比較好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 柯建民這次沒有變成民進黨的戰犯 讓我非常驚訝 這是民進黨的頭號戰犯 應該是柯建民 因為選舉是沈慧紅跟高宏安選 選到後來沈慧紅不見了 就變成了柯建民跟高宏安選 這論不明其妙的事情 這個荒謬之急 居然民進黨到今天 沒有一個人對他提出批判 這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怎麼不敢開玩笑 我本來一直認為 我跟中平社討論過說 蔡英文不會下台 結果朱安靜昨天很意外 讓我看到蔡英文下台 當然我也在 我昨天在這個東升開票 看到那個票 崩盤那個情況 他守不住 他飛下來不可 那飛下來不可的蔡英文 我們看到了 他很憤怒 他在昨天他練稿 蔡英文總統 我今天看了那個 郭正亮跟朱大兩個人 在談這個國政 我覺得朱大跟 我非常肯定 郭正亮跟這個朱大兩個人的對話 大家有空去看他今天一段錄影 講得非常棒 他講得很簡單一個邏輯 這個為什麼會敗 郭正亮講一句很簡單的話 這個總統從第二任揭示以來 700多天沒有開過一次記者會 沒有接受記者的詢答 我想在世界上幹這種事情 亞洲我們可以點得出名字 連普丁都開記者會 習近平不開記者會的 金正恩不開記者會的 所以蔡英文已經可以跟習近平 跟金正恩並列齊區 700多天民主政府不開記者會 這種事情在台灣發生 這就是總統 因為他當總統第二任的時候 他有什麼想法 他就想安全下莊 他就想他就兩個目標 安全下莊 打垮賴心得 他就兩個目標 所以他這個整個政府就是 荒誕無筆的亂搞一通 那就是蘇貞昌 各派系分章腐敗 所有的惡劣的形勢都會發生 務必符合後重生 就看到很多黑道開槍 然後警察在出入招待所 然後台南開88槍 開得真好 你看這個88槍 我罵了兩個禮拜 我點名民眾民進黨的中央執行委員 郭再青 是這個案子的當事的嫌疑 當被害人 被害人後面是有太陽能的關係 太陽能有千億投資 政府的投資通通落到個人口袋 新竹看到了個人的投資 政府的投資 落到了這些奇奇怪怪人的口袋 然後把這個棒球場也搞壞掉 反正沒有搞好的一件事情 通通發生在這個黨的這個政府的身上 然後這個選舉結果當然拜 好我們現在不談這個過世的東西 所以郭正亮講得非常好 我建議大家去看這一段的視頻 那郭正亮講的過程中 就是這個問題出在蔡英文總統不負責任 蔡英文總統不負責任 我在講說他今天辭掉黨主席之後 辭得心不甘情不願 但是有一句關鍵話大家看不懂的地方 我要練給大家聽 哪句關鍵話呢 他說我們沒有突破現有的地方政治結構 換言之講你執政多少年了 怎麼突然間有出現的地方政治結構要你突破的 這莫名其妙的一個事情 這跟地方政治結構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推給別人 對啊 所以他是怪到地方的候選人 這是怪地方啊 他不講啊 是地方的問題 蔡英文就是 然後這一段話也是用看稿的 也不接受記者的詢問 這一段的敗選敢言也不接受記者的詢問 這個實在是太荒謬 但我現在要練一段最關鍵 大家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我今天去查核我就搞清楚了 他說 雖然剛才蘇院長已經向我口頭請辭 但我已經請他繼續留下來打拼 好這句話 這到底有什麼心情 我跟各位講好不好 蘇院長口頭向我請辭 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代表蘇院長不辭 不辭 所以我請他留下來打拼 那是你蔡英文自己用 找自己的台階下 老蘇 蘇貞昌都是說 我跟你們而已 你們白不要死 不然你們要怎樣 這是蘇貞昌的講法 蘇貞昌說 我跟妳死假的 你現在倒楣 表達個態度 你蔡英文現在倒楣 我吃你狗狗 我就跟妳 欸總統 我也死了 我也死了 這樣而已 蔡英文有個屁用 有個屁用 自己去擦脂抹粉 他說我已經請他繼續留下來打拼 留下來打拼什麼 你沒有行政院以後的總統 你有什麼東西 你就很簡單 好 他今天我跟你講 他原來的計劃是什麼 原來的計劃是 蘇貞昌如果把行政院交出來以後 那他就可以掌握到很多國家的龐大的支援 因為總統府沒有支援 我們都知道 他行政院有龐大的支援 他抓了行政院以後 他就會叫他要的人去當行政院長 那個人是誰 叫鄭文燦 他叫鄭文燦去當行政院長 原來計劃 鄭文燦就可以分裂新潮流 分裂新潮流以後 就可以阻擋賴清德出現 這個情況 然後現在的情況變了 現在變成 蘇貞昌不理他 蘇貞昌把他丟包 不辭這個行政院長 會不會什麼情況 蘇貞昌會變成賴清德的大貴人 因為蘇貞昌變成賴清德 因為蘇貞昌不辭的情況之下 蔡英文沒有資源來分配給其他人 收買其他人來打擊賴清德 所以賴清德逼到什麼樣子 賴清德就有機會 去跟鄭文燦兩個坐下來談判 這樣你就沒有了 你現在行政院長沒有了 因為一旦行政院長給了鄭文燦 鄭文燦可以擺平所有的新潮流的人 那新潮流就分裂了 結果現在沒有了 沒有的情況之下 而且大家跟蘇貞昌關係非常壞 就變成新潮流 一下很快就變成團結起來了 新潮流因為沒有無章可分 這個黑社會要分章 你知道嗎 無章可分 沒有財寶可以分配 怎麼辦 就團結 就跟賴清德團結在一起 這是第一掛 然後第二掛 新潮流一團結起來 新潮流馬上團結 團結之後 第二個團結的正國會 因為林江龍在這次選舉過程當中 他會害死蘇貞昌了 我跟你講 蘇貞昌害他害死了 蘇貞昌你沒有開蘇貞昌去幫林江龍忙嗎 很少吧 很少吧 更先的吧 對啊 他就故意搞他嘛 我搞你林江龍 因為他認為 新北市是我蘇貞昌的地盤 怎麼可以讓你林江龍在這邊 萬一不小心啊 你在那邊 你在那邊踩兩條腳 我蘇貞昌倒了 他一天到晚 蘇貞昌每天想到 他要當總統 他女兒要當 蘇巧惠要當新北市市長 這是蘇貞昌的夢 所以他就拼命害林江龍 他害林江龍 害到 害林江龍幫上了誰呢 幫上侯友宜 侯友宜贏了40萬票 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所以正國會恨死蘇貞昌了 絕對不會跟蘇貞昌合作 那怎麼辦 跟賴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分兩塊 新潮流和支持 賴清德團結 然後正國會 林江龍團結 兩大派系 再來第三大派系 綠色友宜 陳勝宏團結 三大派系 團結在一起 支持賴清德 賴清德請問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不選黨主席的話 他一定會進來選嘛 他選到拿到了 他拿到黨主席之後 請問你 他拿到黨主席之後的情況之下 那蔡英文去哪裡了 蔡英文就會變成 在賴清德正盛黨主席那一天 賴清德手上 就可以決定有 將近十到十五席的部分區立法委員 這個時候 賴清德一統江湖 一統江湖 蔡英文就馬上變成博壓 馬上變博壓 蔡英文就掛掉了 宣告台灣已經進入賴清德時代 然後蔡英文變成Name Duck 就變博壓 博壓之後呢 我告訴你 蔡英文就會來 主導民進黨的總統選舉人變成誰 變成賴清德的黨中央 賴清德的黨中央 會變成怎麼辦呢 會有一個人會跟他競選 那個人叫蘇貞昌 就會變成蘇貞昌來 行政院長來跟黨主席 賴清晴念念的選總統 我現在講這些事情 在未來兩三個月都會發生 然後都跟蔡英文 屁關係都沒有 我先介紹 這個是 民進黨階段的這種 我的八字 指圍斗數 算出來的結果 你們可以來問我 恰子一算 保證可以來問我 你聽聽看他有沒有聽到很怪異的地方 沒有 民進黨這一次真的是 輸得蠻慘的 因為這真的是 他最後只剩下 應該是五個縣市而已嗎 縣市首長只有五個縣市而已 但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 積怨太深 其實我們自己在台北市 看陳時中 大家對他的反應就曉得了 太明顯了 從陳時中你就可以看到 全台其實民進黨的選舉 肯定不會選得好看 因為陳時中真的是到哪 就像剛剛吳董講的 比倒戰的啦 罵他的啦 說你可以走了 我們沒有要歡迎你 這真的是太明顯了 所以他那個仇恨詞 已經不只是陳時中 是很多人針對防疫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太多零零種種的 跟年輕人相關的 你說這個居住正義也好 房價那麼高 然後呢 這物價又是那麼高 完全沒有在管年輕人 你說你挺年輕人 但根本就沒有 為什麼這次年輕人 沒有挺民進黨 你自己去想想看嘛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就沒有真的去把年輕人 放在心上 一天到晚 喊抗中保台 最後中共軍演的時候 請問你又做了什麼 那已經完全被看破手腳了 做一件事情 就日本人 報真的 報假的 看那個飛彈飛過 我們的偵測不到 或是我們故意做假的 騙人 欺騙 這是一個欺騙的政府 欺騙人民的政府 抗中不保台 來吧 先一下